男儿长后三宫满 浮运身后能力强 金星饱满身体棒 人文锁链血液难 说的就是这个 典型的男人的手掌 掌比较厚 三宫也比较饱满 这样的话 这个运势会好一些 那么他的这个金星丘 也是非常的饱满 有力高龙 这样说明啊 生命力非常强 抵抗力强 身体棒 但是呢 人文锁链 也就是说他这个人文是脑线啊 也跟学业很有关系啊 如果是初期有锁链的话 就难得学业顺利啊 就是说起步比较低啊 三宫唯有人文清啊 后期人文变清楚了 那么遇到困难的心理禁 就是说他这个遇到一些挫折的话 他不会慌张啊 人文呢 是脑线呢 跟你自己的心理素质 和你的智慧是息息相关的啊 那么如果是碰见困难 碰见一些人文严重的 有一些弯曲啊 或者有导文啊 这样的话 就会造成心理负担 那么这个呢 遇到困难 他会很冷静 预注 纵使预注断做两 从容面对前头明 也就是说 还是讲他的人文 讲他的脑线 非常的清晰 非常的干净 相对于感情线和生命线的话 要清晰 清除很多 那即使事业线断做两条 遇到事业瓶颈 他也能够从容的面对 那么可惜呢 欲断元宝开 纵有财库把漏塞 就是说这个 由于事业线的断开 会导致这个 这个元宝文的财库漏开了 所以说纵有财库啊 还要把这个漏开的地方 要塞住 所以说这个财尽财除啊 婚线更靠小指下 晚婚为以早婚拆啊 就是说 这个结婚线是更靠近小指下方 所以说适合晚婚啊 心性成熟之后 或者是说 有一定的积累之后再婚 那么也不值啊 就是说容易早婚的话 就容易被拆散 或者是说 被生活的困难所打败